假如你妈太险 Round 1 Round 2 Round 3 不行 我得一会儿忙起来 妈 你清团做了吗 发美啊 赶紧做呀 不是还早吗 就差你了 我给你想了一个好方案 你可以做一个清团盲盒 我们吃的时候 每一种都是不一样的味道 绝对有创意有心理 啊 这太麻烦了吧 你掉粉 我做 那我们先去仓库挑点材料 既然是盲盒 那必须又有存款吧 我想这个隐藏款的馅 必须要有黑白两种颜色 所以黑就给来黑芝麻馅了 加点花生会更香 最多咋细腻了再炒干 黑就搞定了 那白字就是牛奶馅了 正确素材料混合煮开 再倒刚才的混合奶 小火搅拌均匀 继续熬成这个样子 呃 这好吃不好塑形啊 所以还能芋泥馅上场 也是调味炒到爆团 糖的问题是不够白呀 没关系 奶油奶肉这个白 那不够细做个筛部就好了 猜猜看 黑白混合在一起 会是啥 冰箱里是个奶油 正好也能凑个馅 剃一个馅 也正好可以轻轻 拼成这个Q屯啦 皮的方法有很多 大差不差的就是糯米团 调绿色 先探个橙粉 再用菠菜汁或者青汁 或个糯米粉 揉成团混合成橙团 再合二为一就是青团皮了 我的隐藏款还需要这些个颜色 这些彩色皮赶包叠在一起 抠下来就可以开始包馅了 对外面再包一串青皮衣装 就可以猜里面到底是谁了 剩余的馅和皮都给混搭了 最后一起上蒸锅 蒸个十分钟 萌一锅小可爱出炉 其中奶油馅儿的最紧练 牛奶馅儿最清爽 别的馅儿也都无错 青团这是跟什么都搭呢 那么隐藏款猜到完了 最后真正学习的入盒 就可以加作业了 我妈今天一整天都回来访我 而且还有美味的青团吃 学会了吗 老牛偷鞋盲盒来喽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看那儿挺不错的嘛 先吃哪个呢 只能抽三次啊 这个一看就是水米桃味儿的 先来个这个 这有你的汤圆都能包进去 来个绿的 怎么会有牛奶味儿 就是牛奶馅儿的 再来个生绿色的 我画里槽款了 我卖把里槽跑啦 我发现你 entonces